早上時間來到10點石碑陸發 各位媽媽聊 我們看看其他方面來不及 廣東省政府 在昨天下午召開人感染 H7N9流感疫情防控工作會議 對著一步做好 防控工作再部署再落實 希望有一個這樣的行動 會議強調 全省各級政府和各有關單位 要切實落實人感染 H7N9流感防控工作 各項部署對跨區域活禽運輸 流通環節加強 加密檢驗 檢測 不打折扣 落實活禽經營市場 一天一清洗先導 一個星期一次大掃取 一個月一下休市 活禽寧全欄 管理措施等等 這些都要落實處 要嚴格執行寧全欄的制度 不留死角 柳三角和越東西北 各改造了一個